大家好,我是董正龙 那在这一个教学呢 我要来教大家呢 要怎么在hostmonster 这个网路托管的公司呢 这个在你的网页下呢 加一个直网域 好,那首先呢 你先登录你的hostmonster账号 然后登录之后你会看到这个界面 然后接下来呢,往下卷 找档案这边 File这边 然后File Manager 就是档案管理员 然后点一下右键 好,这边呢,它会叫你啊,开启 看你要开启 因为如果你晚餐不止一个 像晚餐那么多个 那你就挑呢,你想要 价值网域的那个网站 那我这边选这一个 好,然后按go 接下来它一定开新档 这里就是档案管理员的界面 可以看到在左上角的地方 好,那在右边这边呢 就是我所有在这个网 网址下的档案 可以看到这是我所有的档案 那我要怎么去新增值网域呢 我在左边这边 呃,这边基本上 左边这边你按下去加 你也可以看到这是我所有的 网站的,这个网站的档案 那它增加的方式啊,是 你在左上角 这边,这边第二个 它第一个就是new file 是新的档案 第二个是new folder 新的资料夹 所以我们按一下新的资料夹 然后给这个资料夹一个名称 所以例如说我想要在这个部落格里头 这个网站里头加装一个部落格 随便,假设是blog这样子 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按 你就打上去 然后按create new folder 然后按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新增了一个资料夹 这个就是你的直网域所在的位置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只要用那个firezilla这个ftp的上传的软体呢 把你要上传的资料呢 放在这个资料夹就可以了 那举例来讲 例如说你想要在这个资料夹 安装wopress blog 那你就是到时候把你要安装wopress的档案 全部塞在这个blog 这个资料夹里头 这样就行了 OK 那基本上这就是新增资料夹的方式 那这个档案管理员呢 你当然可以在这边删除掉 像我现在按右键按删除 然后delete 这样这个资料夹就不见了 那原则上呢 那你上传档案啊 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在用firezilla这种ftp上传的软体 你事实上也可以 应该也可以在这边 上传一些档案 你也可以在这边下载一些档案 因为你看这边有一个outload上传 这边有一个download下载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在hostmonster的管理界面里头 去上传下载一些你网址的资料 好就讲到这里